那现在我就下去开始买票了 选择补充卡上的余额 全中文的 是卖票的地方 它也有人工售票的仓口 人工售票 它还有这种7天的票和30天的月票 然后这个30天月票呢 它还可以包括神座公共汽车 都还是很划算的 就是地铁票和公共汽车票月票 你随便做 127美金一个月 地铁里面还有小贩 是卖东西的 卖水的 然后呢有很多流浪汉 大包小包的推进来 地铁就是有些人叫乱丢 你看吧 有很多垃圾在里面 这个纽约的地铁啊 非常的吵 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 心灵轰隆的 还碰到个中国老年人吹笛子 在地铁上卖艺的 这个纽约的地铁吧 它虽然很陈旧 还有一点脏 但是它呢是世界上运营比较早的地铁 从1903年 1903年 咱们还是清朝的时候 他们已经地铁开通了 这些招牌就很有中国特色 这边的小店 卖材生这个柜子的神柜 寸土寸金的地方 地下都是仓库 纽约的唐人街 很多这种卖餐具批发的 因为你知道美国很多中餐馆嘛 在中国城 还有直达波士顿的大巴 然后因为很多人打工嘛 要去波士顿 刚才那个小姐姐说 到波士顿五个小时 然后25块钱的车费 那还是很划算的 唐人街这个孔子雕像 它雕塑于1984年 它背后就是比较有名的孔子大厦 大家可以看一下 后面那顿孔子大厦 是修建于1975年 它主要是给华人居住的公寓这边 现在我这就在孔子巷的隔离一条街 现在就看到的是 我们的民族禁烟英雄 世界禁毒的先驱林哲徐 大家随我的镜头往上看 这个是纽约溯源公所